世界是什么模样 走过山水一程梦一场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 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下 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 终其最残一生谁收藏 那深埋心底的愿望 要多久多久才会等着 8月1号周深现身烟台 录制你好生活节目 蓝色小信哥的衣服 元气满满的周深 永远都是这么有礼貌的回应 据悉周深这次录制的 是央视的一个探班直播节目 将在8月2号也就是明天播出 请大家锁定开门小集 探访你好生活与周深海边见 呸 美全 美全 我 女她 需要 público 癬 牺你 开 干活啊 沿途一世迷恋变壮的时光 人总发现不回头的眼神 就让每一道曲折每一道伤口 吸尽我的脆弱 原来也会缺累才能演我的脆弱 一发绝对我感受一步 此外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榜单 正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个榜单虽然不算权威 却能基本确定大众的喜好 也能看出周深目前在乐坛的处境 网友发了某英指数排行榜 这个榜单数据统计了四年时间 乐坛的歌手们在短视频平台的指数 通过榜单不难发现 华语乐坛新盛代格局基本确定 之所以说这个榜单 是因为某英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 日活跃用户量已超过10亿人字 这是极其恐怖的 周深连续四年上榜 指数稳步提升 从3.3到8.2再到8.1 最后到如今的14.4 这个过程中 周深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可见其受众群体的庞大和受欢迎程度 再看同时在榜的前辈歌手中 周杰伦 林俊杰 薛之谦和张杰也是连续在榜 邓紫棋 张碧晨 张绍涵等前两年在榜的新盛代歌手 后面基本跌出了前十 反观周深一直在榜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榜单的变化和歌手参加大热综艺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2022年因浪姐而再次大红的王兴林直接登上第一 而周深除了唱歌实力不容置疑之外 参加的综艺节目如天字的声音 时光音乐会 奔跑吧等综艺都为其因缘提供强大的支撑 所以歌手参加综艺节目 尤其是殷宗也成了当下打歌的主要途径之一 路人盘的扩大可以让周深的讨论度越来越高 今年唯一期待的就是周深的新专辑了 新专辑的成绩其实非常重要 不仅是粉丝和歌迷在关注 很多黑子也等着机会吐槽 不过哪怕是黑子专门鸡蛋里挑骨头 如果往阳光里看 说不定也是能让强者横强 你说呢 在舞台2023节目中 担心吴瑶涛后面作品呈现和他的心态 被问及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时 他说自己面对舞台的压力来自于 如果没有唱好这一场 就没有下一个舞台 舞台是一个需要争需要抢的地方 想要留在舞台上真的很难 判出了很多话 不同风格 不同国家 不同认知 全部放在一起去比 那个完全就是很难客观的去评价 尤其是打分这种事情 就我自己的一个评分标准 我会去看他怎么去思考这首歌 怎么去展示自己的声音 最主要它是他舞台上的展现 我觉得是一个成熟艺人的样子 观众是无情的 他没有义务去体谅你要发生的事情 没有义务要去理解你 而且观众永远会去找一个新鲜感 谢谢 所以他拿出了另外一面 没有拿出最擅长的一面 你敢去迎着那些所有的评论 你还是愿意去坚持走自己想去的地方 可能那些挑战 也都可以为你迎来很多的机会 或者是会让你自己更不后悔 他在舞台上的拘促 他的扭脉壳 他甚至有点点驼背 然后包括他的不知所措 他的眼神甚至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落 然后在他表演完之后 他是能够把自己的感情 表达到别人心里去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巨大的才华 完全把我 冲破了我所有的理智吧 因为其实里面也就唱了四五句歌 但是那一下就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舞台魅力就把我抓进去了 让我脑海里面浮现出了很多画面 我最担心的也是姚涛 因为他凭着一股真诚的热血 一股真诚的胸怀感动了所有人 他又太年轻了 存活不多 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去续住 他当时的那个经验 反而那个经验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落差 所以我会担心他后面的作品呈现 以及他自己的一个心态 为什么你会想得那么深呢 因为我在舞台上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来自于 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唱好这一场 我就没有下一个舞台 舞台 舞台是一个需要 需要争 需要抢的地方 留在舞台上真的很难的 没有那么简单的 你是不是就这么过来的 周深的演绎之路 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成长的过程 在音乐领域 周深凭借自己才华和努力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他不仅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 还为多部电影现场歌曲 他的歌声深情而富有感染力 能够打动人心 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 他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 他的勇气和决心让我们相信 他一定能够在其他领域中 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现 让我们期待周深在未来的发展中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记得评论 点赞 订阅我 随时了解周深最新动态 没有 看完谁 没事 我也不怕 我当时给你打个作 因为我给你那么低 不是给你技术上的问题 而是就是 怎么说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你上了台阶的时候 我要炸掉你们 你会觉得我选了一首非常难的歌 我选了一首很高的歌 那我一定可以在舞台上炸掉你们 但这种心态 其实是往往错了自己的重点 对 你现在很像一个选了难度分很高 然后但你完成得很不好的一个人 就我们假设你刚才你说的那些风格 它是一个可以编配得很好的话 你觉得你可以完成得了吗 我肯定是没办法按照原调唱的 我肯定得就是降到一个我可以唱的 那你觉得自己还能 就比如像这类歌它的 感觉 达到你的点是哪里 就是很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很希望就是 我也想演绎这样子的角色 但是那首歌它之所以就是能够 去造成那样的效果 其实是因为它的音韵 那你有没有呢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点点想 想展现的太多了 对 你不如挑一个 那挑一个我更想 我更想唱这首歌 你更想唱这首歌是吧 对 不用哪个方向 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 这其实还没给你自己听 我很想唱这首歌 你有这么想唱这首歌吗 就是我的技术达不到 但是我也很想唱 这怎么办呢 就没办 下次我给你去KTV唱 你在舞台上你就好好表演 好吧